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活动 这样的一个报告 能够唤醒大家对儿童的青少女生体活动的 这个议题的重视 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与中心大学吸手研究 这五年针对国内5至17岁儿少的身体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台湾儿少运动量在57个参与评比的国家地区中 是敬陪莫作 每天活动60分钟的孩子紧不到两成 这当然是个警训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借由台湾体大跟中心大学 甚至于号召中部的各个大学还有企业 甚至于家长能够一起来投入这一块 可能是比较忽略的环节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广泛的来尽快提升儿童青少年的运动量 张正刚指出儿童运动量不足 升学压力是重要因素之一 此外也与家长在孩子升学阶段更在异学业有关 而台湾儿少使用电子产品时间也相对较长 其实很多研究包括国内跟国外研究都发现 多运动然后体制能好 其实学业成绩是好的是会提升的 其实已经有很多家长有体验到这个运动是有助于学习的这个观念 使用这个手机或者是使用电脑来做这种非学习上面的时间超过两个超过两个小时 吴锦林指出其实台湾政府在公共资源的投入及校园内体育课的安排 与其他国家比较是在前段班做得不错 但儿少族群可能需要体育课以外的其他活动 透过游戏运动性社团通勤方式都可以给予儿少增加活动量的协助 新唐人亚太电视秋天喜黄雁玲 台湾台中采访报导